因为现在因为在高雄我们一席就国民党一席的立委都没有 全部都是民进党包办 那但是呢因为韩国瑜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现在在高雄所有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的危机感都非常的深 因为换句话说你可以预料以韩国瑜现在的得票数 韩国瑜一定非常的乐意把他转嫁给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国民党的候选人你看嘛他们的议长都没办法连任了 就知道说接下来在高雄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一定会非常大幅的成长 会几席不小的 所以连最深绿的区就是邱毅宁那区啊 就是那个齐山美农那区最深绿的区 邱毅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遥遥欲罪 所以他危机是很深的 他的连任是有非常重大的危机的 所以这些人他们当然必须要调整 否则的话马上就要落选了 那现在在我觉得这些刚刚讲到这四个立委 都是同样的一个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接下来国民党的确是应该要好好的在高雄 做好立委提名的布局 那在高雄在席次上面一定大有斩获 你可以理解他们的危机感 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谢谢大家